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你说什么 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对 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他是谁 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是谁啊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你给我住嘴 小姐 你在旁边等着啊 我来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 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 我还想打他呢 你 你试试看啊 小莲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 狗我已经打了 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小姐 你别管 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跟他拼了 你 你 住手 凭贵为人 光明磊落 正义凛然 怎么会有个妹妹 这么泼辣 这么刁蛮 你又不是我大嫂 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小姐 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 我们别理他 走 站住 我 王宝川 我警告你啊 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行 可是这句话 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 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 我王宝川从此以后 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 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可是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无敬 小姐 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 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啊 王宝川 你少假惺惺 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 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大哥 他到底去哪里了 我也不知道 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 是知道他在这儿 我老实告诉你 我心中有一个预感 我担心品贵 他出事了 再喝一口 多喝点 贵哥 你现在有没有觉得 好一点哪 好多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知道吗 你可把我给挤死了 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我 我昏迷了好多天 是啊 那天我和大哥 张伟 要去找你喝酒的 结果 就看你躺在宫地的不远处 昏死在那儿 哇 好吓人哪 我记得 当时我的肚子很疼 胸口呢 就像火烧一样 然后我就吐血了 贵哥 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 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中毒了 中毒 我怎么中毒了 真的 我大哥 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 而且那个大夫还说 你是中了一种 十分罕见的蛇毒 还好他有解读妙方啊 不然哪 你的命就 这两个包子呢 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你就不要客气了 吃吧 吃吧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 谢谢公公大哥 兄兄弟 这个包子呢 你趁热吃 尝尝你嫂子的手艺 这么一冷啊 就不好吃了 好 那我现在马上就吃 好香啊 怎么样 味道不错吧 好吃 好吃 谢谢啊 谢谢 好好 慢慢吃啊 不 晚上一定要注意 小心着凉 那一定是那个宫头下毒 想要毒死你啊 可是 宫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 他怎么会害我呢 不过 除了那两个包子 我倒是想不出 我还吃了什么 鬼哥 你放心 这件事情啊 我们一定帮你查个 水落石出 这里是 这里啊 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 五家坡的破寒窑 寒窑 对啊 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 说这里啊 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 现在废弃不用了 因为能遮风避雨嘛 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 布置成睡觉的地方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来 喂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桂哥 你就安心地在这住下吧 先把病养好再说 晓芹啊 我昏迷的这几天 都是你在照顾我 不止是我 还有我大哥 张伟他们呢 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 都到外面给你药银子去了 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 医治你的病啊 好了好了 不多说了 你现在需要休息 我去好点粥给你喝 晓芹 谢谢你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贵哥 你 你需要多休息 你坐着 坐下来 我去熬粥给你喝 啊 哦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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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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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心点啊 葛庆 葛庆 大哥 葛庆你快点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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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小心啊 大哥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 这 张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这 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未报的人 打听二哥的下落 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是啊 药严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 啊 啊 气死我了 啊 啊 大牛少侯 大哥需要有人照顾 你们把他扶到张伟的也要动力去 哦 好 好 好 来 好 大哥 慢点慢点 张伟 啊 贵哥就麻烦你照顾了 还有 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让贵哥知道 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 放心吧 葛青 你要去干什么 我要去找未报报仇 阿狗 他住哪儿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 那未报就住在山的那边 走开 喂 二哥 政委 您醒了 二哥 来 我扶您起来 来 小心啊 小心 二哥 这碗粥还热着呢 趁热喝吧 政委 谢谢你 都是自家兄弟 谢什么呀 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 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 这一项又打扰你们了 说什么打扰 你可是我二哥 只要你没事 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 这不行 二哥 我们可是败把子的兄弟啊 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 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 现在你有困难了 那我们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再说了 你身体养不好 怎么去做工赚钱啊 那看来 只能这样了 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 大哥他 他 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 二哥 你先趁热喝粥吧 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嗯 我把他们发现了 再给你弄点子 儿子 第一个人 我把他们发现了 我要把他们发现了 所以你得被发现了 你出来了 我的孩子 我把你发现了 万能在乎的 你身体你身体有条是 住手 等等 小琪 你认识他 是 他是葛大的 他是葛大的弟弟 葛大是谁 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乞丐头的弟弟 欧雅哥 事情是这样子的 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 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 饶他一命吧 把他抓起来 是 是 起来 快来 快 起来 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 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 他就是死路一条 魏公子 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交给魏将军处理 卫尔哥 不要 不用了 这件事情 我来处理 下去吧 是